这一个影片会介绍成大PCLL和这个课程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恭喜大家,相信大家已经得到PCLL的offer 成大PCLL是一个一年全日制的课程 是一个非常紧臭的课程,需要学的东西也特别多 所以学生需要好好分配时间 在整个课程里面,主要分为large group和small group 每一个科目都会有large group和small group large group的意思是上lecture 而small group就是小班教学 通常会由一位老师教10至11个学生 而每课的时间大约是1至2个钟 视乎不同科目而定 老师会在堂上讲解一些考试题目 和分享一些实用技能 也会有问答环节 需要注意的是,small group是有一个出席率的要求 学生是需要达到七成的出席率 才能够去考试 所以同学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出席率 整个PCRL的课程里面 会分为semester A和semester B sem A的科目全部都是必修科 而semester B的科目 是会有必修科和可选修科目 整个课程里面 唯独是convencing practice和copy and commercial practice 是会横跨两个semesters 而刚才讲到的可选修科目 同学是需要选三科去读的 而需要注意的是 同学在开学没多久 即是大约九月尾的时间 就已经要选择 如果同学一选定了科目 以后就很难去改 所以一定要好好想清楚 同学如果相系做大律师 bar course就会成为一定要选择的科目 其他科目都是看同学个人的喜好去选择 大家可能都很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怎样能够顺利完成PCLL这个课程 要完成PCLL 是需要在每一个科目 不论必修科或者可选修科目 都要达到一个合格的分数 而合格的分数 即是50分或以上 PCLL是一个考试定生死的课程 所以没得靠其他东西来拉分 有两科比较特别的是 corporate and commercial practice 和convencing practice 刚才都说过 这两科分别会在SAM A和SAM B都会出现 即是同学需要在SAM A和SAM B都要考一次 同学是不需要在每一个SAM都合格 只是需要两个SAM加起来有50分或以上就可以了 希望以上一些的提示和介绍能够帮到各位同学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找我们帮忙 可以直接联络我们 以下就有我们联络的方法 同时我们都有根据我们的经验 提供专业策略咨询服务给各位同学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顺利完成PCLL成为律师 哪re前面 期待 还 至于 不遵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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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遵律师